管子要鎖好 對 要再捧一個平面 安裝沐浴龍頭小細節 水電師傅了如執掌 一般民眾想更換不會裝 找水電得多花一筆錢 有民眾表示 家中水壓變小 認為是水管太久沒清 請家人聯絡水電師傅更換 但拿到公單發現 其中換沐浴龍頭要五千八百元 讓他直呼水龍頭上面 沒有任何品牌標誌 師傅直告知是日本進口台灣製造 難道自己是被水電坑了嗎 網友紛紛留言你被坑爆了 也有人認為不爽就自己換 比較入門的款式的話 五千八是稍微偏高一點 業者透露沐浴龍頭 沒有品牌的約一千多元 有品牌的約兩千到六千元不等 不同品牌是特殊款式和顏色 都會影響價格 兩到四百塊之間 它不會到太多 就是材料 因為物料上漲都不會 可能漲個兩三成這樣子 水龍頭價格變貴 原力成本也增多 找師傅更換 工錢多少才算合理 大概在一千塊以上這樣子 假日都沒有人願意做工 那你要拜託它 那又不一樣啦 醫療距離和時間 水電開除的工錢都不同 而一般賣場則是價格透明 就是不是太遠的距離的話 就是台北四十三種爐州 我們都是五百塊 賣場提供影片 民眾可以回家邊看邊操作 不過懶得動手 想找水電幫忙 可以事先請師傅開架 雙方同意後再進行維修 避免糾紛 才不會花錢花得一肚子氣 華爾西文章局 侯正倫台北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